你看看 都是揣了他们几个的 我都没见过 罚单能交这么多 他们这几个月挺勤快的 交点罚款正常 正常 你数数多少张 这正常吗 你管他多少张 交呗 反正咱有钱 有钱就能让他们这么糟蹋 邮费加上维修费 这算下来一个月就等于白跑 你说说他们去 怎么说嘛 人超载也是为了给车队赚钱 咱不让人家交点罚款怎么了 按你这么说 那罚款就给交破产呗 那你这话说的 一群大老爷们干活就这样 你再说了 我们这么多年就这么过来的 我是破产了还是完蛋了 你管不管 不管 行 我管 你干吗去啊 脾气这么暴 来 你的 你的 都是你的 什么呀这是 你的 你的 干吗啊 都给我提我讨了啊 从今往后 谁的罚单谁去交 老大 这什么意思啊 没听懂啊 没听懂我就再说一遍 从今往后罚单自己交 不交的话 我就从你们工资里扣了替你们去交 听明白了吗 毛小姐 兄弟们最近跑的次数多 那么罚单多也很正常嘛 对啊 再说我们还不是为了车队挣钱啊 好多你就有理了 好多你们就可以不遵守交通规则 我看是有人替你们擦屁股 你们不心疼 我还就不信了 还治不了你们这些臭毛病 老大 你说了算还是他说了算啊 野猫 干吗 出去 在这儿说 治不了你 是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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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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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不能好好说话 你放我下 你放我下来 能不能给点面子 你这样能干下去吗 怎么干不下去了 我车队怎么了 我赔钱了吗 你就这么惯着你那几个兄弟 那赔钱不是早晚的事 这车队得改 改什么改 我这车队风格就这样 在南部也挺过来了吗 大家看一看心情不挺好的吗 你就这点出息 对 我就这点出息 怎么着吧 行啊 我看你那几个兄弟 迟早有一天 得继续回去蹲着 滚蛋 乌鸦嘴 你说的啊 喂 杨猫 你怎么回事